敬请尊敬的上诚下德老师答疑解惑 由魏语老师来读诵问题 好 师父吉祥 第一个问题 尊敬的诚德法师 有一个教弟子规的老师 每天让学员读弟子规十遍 读德行教育讲义一遍 念佛号两千生 拜一百零八拜 德行教育会赴讲后 看幸福人生讲座 说坚持十年 不让读无量寿经 也不让学其他经典 也不讲弟子规原文 请问师父这样对不对 好 同修 提的这个第一个问题 那因为这里 讲到念佛 讲到修行 这是攸关我们的法生会命 所以阿难问 是否吉凶经当中讲到 从灵师受戒 是明白的老师 所以我们的法生会命 要 很理智的判断 自己因子的老师 不是一时激动 那我们要跟着这个老师学 他有没有失诚 这个要去观察 而且师承也不是他说的 不要说他说他跟着谁学 你要观察一下 他还有去跟着老师去 还是他是用老师的名 其实老师也不知道 他这么做 现在后名的很多 大家要冷静关心 还有观察 因为我们今天用时间回答有限 那成果有针对 如何辨别善之事 有一段分享 请供大家做参考 在这里就简短的评 这个角度 包含你要观察 佛家说一报谁的正报 他家庭合不合命 再来他带的人家庭合不合命 老师这样说了 你学的佛家里不合命 你学错了 那假如他带的人家庭不合命 那他教错 假如老人生病了 他说你在我这里工作功德大 不用回去 那这个就叫做 所有的教导 观无量寿君当中 非常重要的话 三世诸佛敬业正恩 三世就是包含过去现在 未来三世的佛 依循敬业三世 第一个 孝养父母 这第一条 而且师道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 开发性格 我们看地上不在 要开发心地 要藏 那地上不在 做佛罗门女 光幕女 或者孝女 所以 教学当中 摆善孝为先 他没有章节 这个就跟圣教被相认 包含 搞得人家夫妻不合 俗话都说了 圆拆石座桥 不破一章 一桩坤 为什么老和尚 首先让我们 学习的内容就是五人关系 如何做一个如理如法 就是老和尚指定的 学习内容 而这个内容本身也是承传 整个几千年到的 在白鹿洞书院当中都有列出来 这个五人大道 那运光组织为什么叫敦流禁飞 这些组织都是应急在互念 不能学高了 学悬了 甚至学斜了 都要慎重 而且教学的理念 是因财施教 应该不会说 每一个人都照这样的操作 每一个人十年之后就开悟了 那这个说法也不得到 开悟是要因戒得定 因定发会 戒是要涉住自己的妄心 受心为戒 人是要落实 比方五戒 不杀生 不恼爱众生 他就要念念为众生想 他的自私自立的念头 就越来越带 不偷盗 有之经历度说不在人家庭 他都没有起这些 贪嗔痴的念头 受住这些烦恼心 所以 教学是因财施教 应该观每一个学生的情况 再给予一些 可能针对他比较严重的习气的对峙方法 而再来他提到的 比方说 历史规念十遍 德行教育 读一遍 这个也要给做的人讲清楚 为什么念佛了千生 拜佛一百零八生 他不知道为什么 他做的都变成一种形式 拜佛 拜佛 教越大 礼佛一百 罪灭 合杀 包含念佛 念佛是习病 这些要讲清楚 他知道怎么用佛 我们教学者不能一下觉得自己什么都懂 然后 都是一种控制要求 我们自己要观自己的心念要很清楚 那再来我们一开始说有师诚 那假如他说的他是师长的学生 或者说曾经跟成本得过 那老和尚没有说不让福的这样子 而不让你其他的经理 不让讲地史规言文 所以我们开头就说从灵师受见 老和尚是有传统人的最后一代 我们不是从小扎根 这个财圣名利的心一动 他连心念就慢慢就偏掉 所以我们 真的要记住老儿上 慈悲的教育 老儿上说他最佩服 孔老是八个字 数而不做 这些说法好像经典都这么讲 你看经业三个 八福地心 深信因果 读诵大事 劝敬神 不让读无量寿经 这个就不是很能理解 而且这个修行正住装修 正修就念 读修是机功的 为什么要念 他以为要了解 因为网络要信愿情 三次两次 而且他念佛要恳切 那他要真信 确认 这个佛号才会恳切 理要没有信才会收 念无量寿经 都了解 极乐世界怎么来的 阿弥陀佛法怎么愿 他都了解了 他的信心就增长 愿就会切 好 我们看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 请问尊敬的成德法师 如何如理如法的推荐 有兴趣 但还在犹豫的同仁 参与大德的课程 这个同修 这个愿意 推荐圣教 这个都是 很可贵的心 首先 题目上有说到 这个同仁是有兴趣 那他的兴趣在哪 可以顺着他的兴趣 跟传统文化连接 他就会觉得很有兴趣 而往往 可能 跟他当前所面对的问题 都有关系 现在的人忙度 假如学的东西 跟他现在没关 不能解决他现在的问题 可能这个兴趣要保持 不容易 那又提到说还在犹豫 那他为什么会犹豫 他有什么 担忧吗 那我们能理解到 他的犹豫担忧在哪 那也可以安他的心 所以我们都 要了解这方心理的状况 这样拿捏好 我们的进退 当然我们在推荐的时候 那也考虑 自己也要 身教做得好 自己学的状态 这样来带动他学 人家比较有信心 论语当中说 君子信而后见 但是对方对我们有信心 应该也跟我们 有没有落实传统的话 有没有 自己家庭都有受用 这样可能对方会更有信心 好 我们看下一题 第三个问题 阿弥陀佛法师吉祥 默学梦到几次有人问弟子 要不要吃以前喜欢吃的鸡爪 现在弟子已吃素 梦里默学也拒绝了 请问法师是不是以前吃的来讨债 首先 做梦也是一个境界的考试 都是一个境远 所以恭喜你 你考试有过关 在梦中没有吃 没有想吃 再来你有提到是不是以前吃的来讨债 我看这件事也不用太纠结 不过从向上看 好像 要冤亲在主来讨债 好像你会梦得比较恐怖一点 不过就算是 那也 我们都是冤亲平等 冤亲平等 你觉得他会来讨债的 那你在梦中 就是 哪怕是冤亲在主了 那更提醒我们 要都回向给 过去今生 伤害的众生 希望他们 都能更好 跟我们解晕四解 我们看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 请法师开示 父亲身体不便 姐姐妹妹都要照顾父亲 但不愿意给他医药 姐妹也考虑学生的身体 不愿让学生承担照顾 学生又担心父亲得不到医药治疗 请师父慈悲开示 如何如法处理 这个童修提到 姐姐妹妹 都愿意照顾父亲 那代表他们有孝心 但不愿意给他医药 那很可能 他们觉得这些医药 不一定能够利益父亲 他都已经在照顾父亲了 那你看你的姐妹也考虑 可能你身体比较弱 所以怕你太破枝了 他们承担在照顾 所以这个应该是 你们兄弟姐妹 对于这个医疗 可能要充分沟通 那沟通好了 才好看怎么来 照顾父亲的身体 尤其在这个用药方面 所以也要很有耐性的 跟姐妹们托通 来建立好共识 那当然 这个一下子不能达到 你所希望的 当然你所希望的要是正确的 我们也是顺势 在很有耐性的 借由一些情况 可能方式不妥了 可能会有 父亲的一些不好的现象出现 你在借这一些事 也不要动情绪的 再好好的跟姐妹们托通 当然也求佛菩萨加持 那你所认知的 这些医疗的角度 最好也能够咨询专家 也不要是 都依循着你自己的认知 专家的指导 可能会更正确 好 我们看下一条 阿弥陀佛师父 学生在扫完木回来的路上 遇到一位陌生长辈说 你的礼很重 这位同修 可能最好先问一下 这个陌生的长辈 为什么觉得你的礼有点重 你的礼很重 我们有时候在应对的时候 对方问我们 或者给我们说什么话 我们没有及时回应 又自己在那里想半天 这种应对也要及时 不然我也不好回答 我也不了解客观的状况 再来从几个角度 首先你自己听不清楚 你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们有时候好像别人给了一个不同的意见 我们好像就怀疑自己了 或者有时候就很难受 得不到别人的认同就很难受 这些都是烦恼 所以可能借由一件事提醒我们 常常常会起哪些烦恼 所以不要因为别人 跟我们有不同意见烦恼 这样太在意别人的看法 那礼确实是有度 礼也是分寸 所以这个礼太过了 就太繁琐 太少了又进不到这一份恭敬 所以这个礼也确实是要掌握一个分寸 当然你自己很清楚 你为什么这么做就好了 那假如你是跟家里的人一起来祭祖行礼 那也跟他们沟通好 以他们比较能接受的方式 又能净到这一份这种孝道 缅怀阻折的这个效果 好 我们看下一个问题 首先我们判断了 他有没有偏差 佛讲四依法 第一是依法不依人 他这些 这个做法 是不是依照佛经来教导的 这个我们自己要会判断 也有同修碗 也有同修碗 比方说 这个 在五轮关系当中出了一些情况 比方说教孩子 那有一些情况 就是我的福报不够 我多念一些佛 回向给孩子 这样问题就能解决了 这样变成直理 废了事 还是要很就事论事 孩子现在变成这样是结果 原因出在哪 有没有我的部分 做得不妥的部分 当然这里面确实会有业力在 也可以多回向 但是不能 好像都不在事当中去觉悟 去把问题探讨清楚 反而都只是在做这些念经念佛的事情 那这世间的人就不容易理解这个做法了 那劝鉴呢 地止规当中 有提到 轻有过 这一句虽然是指 父母轻有过的状况 但是这个也延伸到五轮关系当中的劝鉴 请有过 见始根 这个是我们的初心 疑无色 我们注意态度 柔无深 这个等于是表情态度 声音都要妥当 《无量寿经》说的 《何言爱语》 劝一侧敬 这个见不露 《月复见》 《月》就是他高兴的时候劝 这个就是时机了 包含地点了 归过于失事 这成年人的面子我们要顾及 不能不给他面子 那豪气谁踏无怨 对方我们好意为他好 可能他还生我们气啊 还骂我们 那我们也能包容 因为我们的初心是为他好嘛 我们也不是为了他认可我 或者他要接受我的意见 我们是为他好 没有所求 好 我们看下一个问题 您后面提到啊 以免先生造业啊 那代表你是为先生啊 在着想 而这一念心啊 应该用在跟他随时的相处当中 相信这个真心啊 相信这个真心 现了 人之初性本善了 因为先生这个情况啊 也算是做错事情了 违背伦理道德因果 那我们能够不指责不对立 还是要求自己正极 慢慢应该能够感化对方 那这样他能迷途直返 那另外一个角度 我们想到孟子说的 人必自武而后人武之 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 所以可能以前夫妻相处上 可能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是不是我们忍静反思反思 在这些方面做调整 那很可能可以把先生的惭愧心唤醒 未来怎么样 那我们不要去想 我们安在当下用真心 这个是比什么都重要的 好 我们看下一个问题 请教法师孩子高一了 女生缺乏信心 如何变得更有自信 孩子觉得自己很善良 却得不到不应 好朋友也会莫名其妙的分屈 请教法师如何教导孩子 面对这些问题 和需要做出什么改变 好 这里提到孩子高一缺乏信心 我们常跟大家交流到 一切事没有离开因果 那孩子缺乏信心是果 你在因上改善了 这个果就转变了 得找到原因 那这个原因 有可能比方说 我们对孩子的陪伴太少 他会比较没有安全感 没有信心 有时候我们大人 忽略了孩子的感受 孩子的角度 比方说我们都会觉得 我很忙 孩子应该理解 孩子应该理解那是我们的设想 你都没有去跟孩子沟通 说明一下 他也不一定了解 那父母都 不怎么关心他 他会不会形成一种感觉 父母不怎么要我 那这个对他的信心就会有很大的影响 我们听到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同修 他说他看那个小花 暖春 那小花是被家人遗弃了 是被当说那个老爷爷捡来照顾 他说他看这个电影哭得稀里花啦 哭什么呢 哭他曾经 父母说 把他给一个亲戚 去了一天 哭得很厉害又把他送回来 然后父母跟他说没有没有 我没有要把你给人 可是他做的这个动作 他说他后来常常会做一些 要谄媚自己父母的行为出来 他产生恐惧了 父母会不会把我送 一天而已 我们没有去理解 给孩子的感受了 占我们的角度了 我好像听过一个故事 家长带着孩子去看烟火 看烟火好漂亮 小朋友一直拉着父母的手 我没看到 有花那么漂亮 小孩很矮 小孩都会把他抱起来 统统被大人给遮住了 要赶紧把他抱起来了 他才看得到了 可能是陪伴太少 像承德自己感觉 好像自己成长过程 父母一直在身边 好像觉得父母就是自己强而有力的后盾 包含自己的姐姐 爷爷奶奶都是给自己这个感觉 再来这个缺乏信心会不会是 他的锻炼太少 你都帮他包了 他就比较没信心 像这个 承德 一看到别人在包饺子 在煮饭 我就很没信心 想过去说 需要帮忙吗 又怕自己添乱 这个就是小时候锻炼太少了 所以面对一些事 你就很没把握 所以大家看 从小锻炼多的人 思维很敏捷 他面对事也不容易恐惧 锻炼多了 再来这个缺乏信心 是不是 我们分析几点 这个不一定 每个人的都一样 而且也只是分析几点 也不可能分析所有的原因出来 是不是常常否定他 那他就容易没信心 所以教育孩子应该是导而扶牵引导 不是硬拉着他 抢而扶意 抢是鼓励他 不要否定他 开而扶打 开是启发他 不是灌输 不是洗脑 这样才能开发他的悟性 所以找到这些原因了 那要多陪伴 多让他锻炼 多肯定他 鼓励他 天生我才必有用 发挥他的长处优点 而且人随着自己做的事情 慢慢都做得有成功 他的信心也会增长 包含陪伴孩子突破一些问题 他信心也会增长 我看现在比较容易 消极没信心的人比较多 所以当爸爸妈妈的要多鼓励 那我们已经成年了 我们也可以将自己的信心 建立在真理上 其实我也是一个没信心的人 大家看得出来吗 你看 我记得念初中的时候 这个女同学都比较早熟 就说好的男士 是哪些哪些哪些条件 身高多少 那时候我也很矮 体重 不是 那个脸蛋什么的 练了好多 然后把班上的同学 谁谁谁练上去 这个都没有我的份 后来他们给了我一条 因为外在都比不过人家了 给了我一条叫善解人意 我当时候就觉得明明是安慰我了 所以这个成长过程上攀比比较严重 那这个攀比啊 有时候我们的信心就会建立在跟别人比较 那你随时会变化了 你遇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那这个信心不就没了 甚至于一切都是变化生灭无常 比方说你长得好看 你有信心 那你到时候皱纹出现的时候怎么办 那你的信心去哪里了 所以要建立在不变的真理上 我自己没信心 但是我相信佛菩萨不会骗我 圣贤老祖宗不会骗我 这一点我有信心 结果佛第一句话 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得相 我的信心建立在这里了 我不跟别人比 因为大家都有如来智慧得相 结果因为相信了 所以好好去努力了 自己的能力也慢慢在提升 信心也由这些事项也不断提升 所以建立在这个真理很重要 那孩子觉得自己很善良 却得不到回应 好朋友还莫名其妙分手 这善良是优点 但有没有可能善良太过 就关心人 关心到给别人压力了 我看现在爱你没商量的情况 还蛮多的 又不好说你 但是他都给人家压力 最后人家可能就有点夺你了 所以也要敏锐 我们这么做 给人家什么感受 像弟子归说的 要多体恤人家的状况 人不闲 物视角 人不安 物化老 你可能都是好心的 但你没有观察人家的状况 可能你这个善良 人家觉得你很烦 当然这些情况 我们当父母的 陪伴女儿 比方说他人际关系的情况 你很理解他的 跟他交流 可以总结总结 问题出在哪 每次都能总结出一两个原因 孩子也接受了 他会去调整 调整可能有一些改善了 他就更能找到问题 所以这个陪伴孩子 让他养成经一世 长一世的态度 能总结面对的这些人事 的一个挑战 人事的这些经历 好 我们再看下一题 阿弥陀佛 林立法师 感恩法师慈悲教会 修行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修行的重点 放在改过上 但是改了多年 习气没有怎么改 就在反 反复复的修行中 对往生 已经极度缺乏信息呢 离善男子善君的差距太大 另一种是 认为自信就是佛 有习气就是佛性的一种体现 所以对习气 基本上是看到它 接受它 因为我们不可能把习气都去除 可是弟子又挺贵 虽然人人本性都是佛 虽然往生只看信愿 但是习气烦恼重视 很难做到专心 义佛念佛 把一次佛期就检验出来 所以弟子想问 改过和往生 究竟如何挂钩 重点是 该挂钩到什么程度 好 我们看最后问题问到 改过和往生 究竟如何挂钩 这个往生 你看祖师留了一句话给我们 说佛有一爱之不亲 临终被此爱所牵 那这个贪不改 能不能往生 所以有关系 不是没有关系 而且是完全的关系 这是一个角度 最严重的习气就是这个贪制 那你不慢慢把这个贪放下 财色明十岁 地狱五条根 把你拽下去了 强者先牵 你不改这些习气 不敬则退 它越来越大 我们像刚刚这里提到 往生与佛 在信愿之有无 你真的真性切愿 你每天都想求往生 那你对世间这些贪欲就会越来越淡 你越来越觉得极乐世界好 这个世间着恶了 那你当然就慢慢就更放得下来 愿意去改过了 不要把自己无量节来 稀有难逢 成佛的姻缘给断送掉了 我们修行从根本修 从起心动念处修 心是根本 修行是修正行为 想法看法说法做法 其实言行都是从意念出来的 所以心才是最重要的 您提到了 改了多年的习气 没有怎么改 反反复复的修行中 那修行静静退退 是普遍的现象 所以你要平常心看待 但是不能总是退 你看黄老说静一退久 所以你也不要因为有反反复复 自己越来越没信心 这个你有没有越来越没信心 这个要关自己的心念 我们能够经一世长一致 为什么我又退了 原因在哪 你都很认真总结 想办法去突破 慢慢它就退得少了 它有一个过程 这些人不能着急 不能气馁 都要看好自己的心念 着急的人用力很猛 没什么效果又退得很快 所以不能用激动来修行 要用理智 用平常心 不要患得患失 比方说你说我静静退退了 对往生极度缺乏信心 你那个没信心起来了 你有没有看到 要马上转念 不要让没信心相续 要提起佛号 而且大家想一想 往生是什么 待业往生 并不是说你所有的习记 全部都除完了 你才能往生 你可以待业 可是待旧业 不待新秧 就是你现在认识到错误了 你忏悔 这个都是消旧业 然后我们自己面对自己的习记 都是很尽力的要去对峙 比方说你是当老师的人 这个学生一直很用心在对峙习记 但是还没有把习记调服 你会嫌弃这个学生吗 你在用功 阿弥陀佛知不知道 阿弥陀佛很清楚 你一心要求生净土 虽然有习记错了都会惭愧忏悔 这颗心就很可贵了 你还是愿意改过的 你看父母的家门 随时欢迎孩子回头 那阿弥陀佛也是一样 所以你不能因为你习记反反复复 你就在担心你不能往生 不要退缩 还是这个决心要保持 而且要越战越勇 百折不老 不顾生死 死都不怕 就怕念头不对 不计成败 可能之前对峙这个脾气 失败了好多次了 不要放在心上 你放在心上你又灼 我可能很难 不行了 你又灼在过去的相 又生烦恼了 没信心了 不计成败 不计成败 安在当下 提起正念 死都不怕 就怕念头不对 这样一定可以把 这个习性冲过去 不要着急 深处转熟 陌生转成熟 就像这个佛号越念越熟 静缘无好丑 佛号一扫过 你佛号越念越熟了 那这个习气忘念很熟 慢慢就陌生了 有一个过程 我们看下一题 阿弥陀佛 拜请法师慈悲开示 我是个容易受到 别人的不正确的言论 和行为所影响的人 我按照法师说的 问题可能出在自己身上 去找原因 发现我自己潜意识的念头 是别人可以影响到 对正确见解的信心 再加上念头 不断去加深那些错误 言习的印象 才让自己受到了影响 根源在自己的念头 我在听大藏们讲课的时候 意识到如果不把精力 放在去改变别人的言行 自己的功夫就没有提升 假如自己的念头不修正 还是会受别人的言行影响 弟子想从加强自己 对自己的信心入手 并且避免别人错误的运行 在自己脑海里作为印象 并且安住当下 减少未来烦恼 想做到您讲的金刚经的境界 极相离相 请法师慈悲开示 弟子这样的想法对不对 好 抱歉了 我喝一下水 这一位同修 成德感觉你的思虑有点乱 比方说你后面讲 加强自己对自己的信心入手 并且避免别人的错误言行 在自己的脑海里落映像 并且安住当下 减少未来的烦恼 就是你这一段话 好像每一句都是一个修行的重点 所以你可能平常思虑很多 这个佛门说 会多定少 会多定少的人一念佛 妄想纷飞 成德就属于这种人 那定多会少呢 一念佛 很定 梦到周公了 所以你看每个人的状态都要对峙 像成德就要多习定 思虑太多了 而且思虑多还是多念佛好 让心定下来 而且成德还感觉 我们想很多的人 往往你一问他 你有没有曾经哪一句经句 扎扎实实做三个月 可能人家这么一问我们认住了 懂了一堆道理常常在那想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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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有真正落实一句 你的心境提不上去 解形相应了 自己的心境才能往上提升 所以解形相应是一个修学的重点 那我们会受别人不正确言论行为影响 那就是我们自己的正知正见没有建立起来 你有建立起来你就会判断 那成德个人觉得呢 这个建立起自己修学的正确的知见 要依止一个老师 你看佛门说五年学界 这里面包含老师的教诫 我自己是接触佛法就听老人家教导 我也没有听其他的 可能我是有点小幸运 也没有其他的人介绍给我听 不然我还是很容易受影响 结果听了五年 后来有姻缘到海口去分享传统文化 好像别人一问什么问题 老上教什么很自然会浮起来 你就建立起自己 因为依止一个 当然也是明师受戒 我们要依止明白的老师 不能感情冲动 就把这个法身毁灭 轻易就交出去 老师能帮我们建立修学的 正确的知见 那你也有自知之明 你会受别人影响 那我们也要懂得护念自己 你看孟母都要三千 在护她的孩子 那我们看什么东西会受不好的影响 接触什么受不好的影响 那你要尽量去调整 你自己现在就好像你没有抵抗力 你不要常常在病毒当中 佛门一开始初学 那还没有定会 在那里修行 阿南诺 就是听不到牛叫声的地方 就是比较没有污染的地方 好 那你也提到 把精力都放在改变别人 那你公于论人 你的精神都在看别人 你关照自己就很不敏锐了 查己必输 好 那刚刚我们已经提过信心的问题 在这里我们就不说了 那避免别人的错误言行 落在自己的脑海里 因为你落在脑海里 你欲敬逢远 可能又把它掉出来了 我们说翻旧帐 这个过去 或者我们看到什么事情 情绪就很容易起来 那个都是心里放以前的事掉出来了 这个 不放别人的过失 错误 有一个最好的方法 就是都放佛号 把过去的事用佛号慢慢清掉 包含你极相离相 其实这个离相 就是不要放在心上 那让我们都不执着任何东西挺难的 所以直尺名号 老后上说你办事 认真真真办 真心去办 办完了放下来 不要去想 把佛号提起来 所以我们一下子要到极相离相很难 最重要的就是练 过去的事都不要再放在心上 当然未来的事你也不要去想不要去担忧 所以我们能够安住当下 那是要过去心不可得 所以好像隔岩连壁里面 有提到过去的事丢掉一件 是一件 未来的事 省掉一件 是一件 想未来都是多担心 未来还没到 现在的事了掉一件是一件 静来不去 静去不留 把它处理掉就好了 不要去攀缘 攀缘你事就太多了 其实身性因果是个妙法 你身性因果 过去的事你不会懊恼 不会埋怨 甚至你会欢喜 债都缓缓了 无债一身轻 你身性因果 预知将来结果只问我现在功夫 你也不会去担心未来 那现在我每个心用对了 我不要犹豫不决 举棋不定就好了 我心用对了 就没有现在烦恼了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问题 阿弥陀佛 希望法师慈悲只证明弟子听经的心态 比如说您说不要信谣言 要去问当事人 弟子不会想到自己亲近的人不来问我 反而去信谣言 这是倾客为其烦恼心 弟子觉得是没有放下过去的事情 从而障碍了自己 而且想让别人以后不要再错误对待我 自己没有把修正自己的观念放在第一位 弟子决定在听课的时候 只关注自己的念头是否与佛法契合 至于别人以后是否依然错误对待我 都不去考虑了 即使以后被错误对待了 也是因果 这样的想法是否正确 听法师慈悲开始 好 您这个心态挺好的 我们听经要做当机者 这个是讲给我听的 不能是听经的时候都在想谁谁谁错了 这样听收获不大甚至有副作用 不过这一点就不容易 您能关照到就特别可贵 我们有时候在台上分享的时候 常常看到那夫妻或者同单位的人 我们讲到什么理 他们眼睛就开始这样 我在台上都看到刀光剑影 我们就刚刚这一点 你看听经 我们说法器 你的心态对了 你这个法才能承接得好 就是比方说 我们听到不要性遥远 要去问当事人 我们用忠树的态度来接受这个道理 忠树围到不远 忠树跟真心相应 言以虑己 我不能乱性遥远 我要去问当事人 树是宽以待人 别人听性遥远 我们能包容 甚至于觉得 我还要言以虑己 我做得还不够让人家信任我 人不知而不运 人家不理解我 我做得还不够 所以用忠树来领受这些教理 很重要 当然你也察觉到了 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 但是我们还是放在心上 这就会障碍自己 真心一法不利 所以心上不要放肆 用心如镜 要像镜子一样亲镜 当然不容易做到 我们就只放阿弥陀佛 这样就对了 而且你刚刚说的 想让别人以后 不要再错误对待我 这个想让别人 我们有没有一种控制的念头 要求别人的念头 我们都要在自己念头处 能够观照得到 一切静缘 我们遇到这件事 遇到这个人 都是善之事 我们是善财东子 不是善善 不要见他们的过 是透过他 我观照到我的心念哪里偏 我才会生烦恼 不然见仁善即师起 见仁恶即内省 都受用 怎么会生烦恼 哪怕我们看到人家错了 因为有一个同修 他请教老和尚 老和尚 每一次看到别人的错 我就很忍不住脾气 我很想改 改不掉 老和尚说 那你真的 下决心要改了吗 要我再跟你讲 这个同修表达 很想改 老和尚说 你从今天开始 看到别人的错 你就告诉自己 我做得不够好 不能感动他 你看一转念变成动力 我做得还不够好 所以不能感动他 不只不会见人家的过 都变成一种动力 愿力 老和尚这些法很好用 法要 要到烦恼病就除 好 我们看下一题 阿弥陀佛 我的问题是 昏迷的人能不能往生 53岁的女儿 从去年 因头部肿瘤树前婚礼 术后到现在一直没洗 潜婚礼 能听到我们说话 从去年12月份 开始给他求往生 他现在孤寿龙台 也很痛苦 我给他念佛 他能往生吗 学生该如何帮到孩子 安师父慈悲开始 在请您将您女儿的名字 给我们的同仁 我们也静一点心 帮忙回向 能感觉这个母亲爱孩子之心 往生与否在信愿之有无 所以关键是当事人要真信切愿 而您有提到 这个女儿能听到我们说话 那父母子女年心 你是她非常重要的真上缘 而且每一个人的善根不可思议 你这个真上缘做得好 很可能他过去今生修净土 这个种子冒出来了成熟了 这是非常有可能的 这样的情况也跟业力有关系 所以也可以带孩子 给有缘的众生忏悔 当然我们精进修行 回向给女儿 也都能帮助她消除业障 那毕竟是身体的问题 那佛讲的无微不失 得健康长寿 所以要改善这个健康的状况 最好也能多做一些放生 那当然我们能替她吃素 这些都是无微不失 相信应该都会有一定的改善 而我们看女儿这样 我们自己的心也要稳得住 因为毕竟孩子 这个受苦奴才 这个当母亲的还是会很心疼 不过也要稳住我们的情感 这个也借这个境界 我们一心念佛 提升自己的功夫 那女儿得到的功德益处是最大的 因为是这个境缘 让当父母的人勇猛精进 这个就像《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 婆罗门女的母亲都地狱了 你看婆罗门女因为这个缘 精进念 绝华定志在往如来 你看念了一天 入了法身 自己的能力就到了地狱去了 你看她母亲就被超渡到天上去了 所以我们能够稳得住情感 然后勇猛精进 女儿会得很大的利益 我们借每个镜把真心练出来就对了 好 我们看下一题 法师好 有一件事想请教法师 请法师指点一经 小女现年36岁 大学毕业 开礼宿 在公家单位上班 结交一位男友 小她9岁 年27 国中一业 婚室 父母离婚 贴瓷砖工人 两人年龄差距太大 大思想观念以后会有问题 我是不是可以持念南魔大悲观世音菩萨 回向给小女 希望求得好因缘 有修行的家庭 好 这个是可以这么做 因为念观音菩萨圣号 这个功德力也是很大 回向给这个女儿 她的福报也会不断提升 当然我们的心也不要跟这个男士对立 也回向给她 因为我们有对立的情绪 你可能在跟女儿沟通的时候就动情绪 甚至你的动作就要把她们扯开来 你用的是妄心 对事不会有好的帮助 眼前你女儿这些情况是你的依报 随着正暴转 所以要用对心 事情才会往好的方向发展 你越扯可能他们越排斥你 越不认可你 成为夫妻 这个福报不能差太多 夫妻也好 甚至是子女 都是这样 所以你看印光祖师求止善药 其中为什么说 你要提升你自己的 福报 你才能感应到真正很有福报的孩子来 都是方以类聚 物以群分 这个佛经里面连这个都有说明 孩子来投胎 福报要相同 甚至果报 甚至果报也要相同 比方说生到这个家 可能会遇到哪件事 这个孩子 他没有种这个因 他也不受这个果 他投不到你们家来 那还有一点 提升你自己 女儿的这个智慧 提升她的价值观 那他就更懂得去思考 因为你组织婚姻 价值观不能差太多 见何同结 见何同结 所以也可以顺着这个缘 互念自己的女儿要提升自己 当然你要带动女儿 那自己也要 智慧 德行也要自己不断提升 那这样孩子才会敬佩你 你才好 多跟她掌握一些机会教育 去引导她思考 让她考虑是更成熟 好 我们再看下一题 好 下面有两个问题 请教师傅 问题一 如何理解 医生佛不再安排 自己的操心 比方这次要去参加一个法会 是自己努力争取大半年的 当然也是佛不萨的加持 去年什么也没争取 就什么也没发生 佛不萨是有求财 有求财有义 这两个概念如何贯通 问题二 如何鉴别哪个念头是佛不萨加持 哪个念头是佛不萨加持 比方墨学求总干事和师傅的事 他们同意了 有个念头就说我要谢他 我就这么做了 我以为是佛不萨加持 要我这么做的 结果正临无事 这是小事 还有几次较大的事 都被佛不萨挡住了 没诸臣大错 也有佛不萨没阻止的 结果就犯了小错 首先佛不萨安排自己不操心 前面还有一句 不能漏了这一句 学释迦摩尼佛 代表你别无所求了 一心指为正法久住 为苦难众生 那我们的智慧还不能洞察全局 佛不萨有智慧 我们听话 像老和尚叫成头干什么 我就干什么 老和尚有智慧 而且感应是不可思议的 比方说我请教大家 你们觉得在神座大剧 弘扬中华文化 第一站去哪里 你们想得到吗 我也想不到 结果去了海口 是古代得罪皇帝 被贬罪远的地方 你说谁想得到 但佛不萨知道因缘 所以这个前提是 你要学释迦摩尼佛 不再为自己 为正法久住 为苦难众生 你往后的因缘 佛不萨调兵遣将 该是你干的 你推不掉 我自己也有一些经历 推推推 推掉了 没找我了 突然 比方说去日本讲课 前一个礼拜 他邀请的人不能去了 他又跑到香港 老和尚 老和尚 老和尚说 你还是去吧 明明我把他推掉了 最后 又找我了 这不止一次 像这个李秉兰老师 原籍三十周年 我说拜托 那是老和尚 师兄弟那一辈的 我们差远了 我就推掉了 后来主办人员说 临时两个人不能来了 我说那你请示老和尚 老和尚说好去吧 结果一去说 那两个人又要来 我说那我可以不去了 他说公告已经打出去了 我还是要去了 所以这个 有时候该你干的事 你推不掉的 好 那另外呢 你提到这个争取 这个不是属于什么任务 这个是一些英语的一些事情 那个是你如理如法去求就好了 如理如法去求就好了 好 当然老和尚有讲过一个公案 有一个出家人 求一个电冰箱 求了很多年都没有 后来去找老和尚 他觉得不灵 求了那么多年 老和尚问他你几个人 他说我一个人住 那你一个人住可能不是很需要吧 好 再来提到这个佛菩萨加持还是魔王加持 那这个关键是我们有没有随顺性德 随顺经典的教诲 那你随顺了当然佛菩萨就加持了 可是我们是烦恼做主了 那魔得其变了 魔要干扰正法 那我们又是佛弟子 甚至于有负责到场的事 那他可能就来干扰了 要魔得其变了 所以我们洪护正法 一定要守住自己的正念 做什么事 我不能随顺我的意识 随顺我的习气 做事都心中要有佛法 依佛法教导的原理原则 去做人做事 不然我们以前还没学佛之前的那些习惯 也是很强的 习惯成自然 少成若天性 结果我们都是成年才学的 所以我们的警觉性不够 就被本来的习惯扯回去了 所以现在洪护正法很不容易 洪护出问题的比例蛮高的 这个都是我们要记取经验教训的 以前洪法是开悟的人 护法是洪法退下来的人 他有经验 可是现在客观状况 洪法的人要开悟 几乎不可能的 大家都是成年才学的 我们希望下一代两代 真能出这样的人才 从胎教开始教 就有可能了 所以洪法的人 要守住老和尚提醒的 恕而不作 幸而好 不然离经一致便是魔术 而且最好有团队一起来洪法 有时候当局者迷 旁观者轻能够提醒到 所以老和尚都一直交代 这些年轻学子 你们毕业之后不要分开 团队出去洪法 我自己观察 我自己观察 夫妻之间要互相互念 是不容易的 夫妻之间可以互相互念的 我几乎还没见到过 因为它有感情的作用 好而之其恶 物恶而之其美者 天下嫌疑 所以最好还是有团队 常常切磋 你看佛陀那个时代 结下安居 可能洪化一方 还回来沉淀沉淀 这些佛门的作法 都有他的 很深远的考虑在里面 为什么老和尚说你学佛 你就要认识释迦牟尼佛 包含认识佛的这些作法的考虑 都在其中 好 这个是刚刚谈到洪法 你看老和尚又说了 他自己讲学的态度 这个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些开始 老和尚说了 我讲课给大家做报告 大家是兼学 我自己是学生 不然这个孟子说 人皆好为人师 就是我们本身 这个四大烦恼里面 这个我慢 比较容易起来了 那假如又教书 那就更有可能会起来 所以老和尚这一些教诲 真的对我们往后最少三代的学子 都是最慈悲的妇念 只要这个心境一没有守住 可能念头就开始偏了 而且老和尚还说 我讲了这么多年了 别人有没有收获 我不了解 我把我自己劝明白了 所以在讲学的态度当中 劝自己 而且我们讲给大众听 我们得带头做 人家才比较认可我们 那护法呢 护法以前是弘法退下来有经验 那现在可能也没有这样的条件了 所以护法就要重视听经了 然后重视 做事的警觉性 都要依经教去做事情 我有一次跟一个单位负责人讲 结果他一回去 底下很多护法人员 每天都要听经 他就安排大家听经 结果他不听 所以我感觉讲话 你不周全害了别人 领导者以身作者要带头听才行 您后面提的陈德 觉得你可能太敏感了 所以重点在看自己的念头 有没有跟经典相应 不是跟烦恼袭击走 这个是关键 这个至于你做了之后 别人骂了你了 认不认同你了 那个是另外 比方说你已经是随顺经典了 那你的领导骂你 那你也消业障 这个我们还是就事论事去论 不然 你说还有几次较大的事都被佛不赛拦住了 没有促成大错 那你假如是随顺经典教诲 那佛菩萨不会拦 那可能是你这个念头不对了 所以有拦住了 所以我们还是回到源头就好 随顺圣贤佛菩萨教诲 不随顺自己的烦恼喜气 好 我们看下一题 尊敬的崇德法师 学生有请问其请问 问题一 人有26个恶心所 11个善心所 但既然人性很善 那为什么还是学坏容易学好呢 问题二 现在全社会都流行刷手机 内容不乏 打歌舞 视频 游戏 骂人 吵架 听机器人读小说 看行人聊夜话 发题族包括了社会的各个阶层 家庭中的老老少少 甚至很多教师也会在课上刷 课下力刷 请教老师 每天行住坐卧 长时间的浸泡在这种刷当中 会对人的身心产生什么影响 对于念佛人将来往生会有什么障碍 还有旧马 该如何制止或者消减 这种独留对个人 对家庭造成的恶劣而甚至的影响 问题三 老师常常说 读经时要随为入贯 也说过要字字句句读得清清楚楚 不要有丝毫妄想杂念 学生读经时 有时会随着文字而自然地观想极乐世界的妙境 但有时又要提醒自己 不能随着文字走 要什么都不想 请教老师 哪种方法是对的 什么是真正的随文入贯 该怎样做才能达到读书签遍 奇异自信 问题四 当前内地传统文化学校鱼龙混搭 都打着老人家的旗号 当法师指出其中比较普遍存在的 某些现象和问题时 就会有人跳出来说 要僧赞僧才对呀 要隐恶扬善才对呀 恶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 要善不可业 不及他过等等 请教老师 怎样区别 见义勇为为众欲紧的担当 和深怕因果发造业 而完全闭死的老好人 单看存心 对吗 好 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 他提到这个人性本善 为什么还是学坏容易学好难 这个本善是指我们的自性 那自性是清净的 没有所谓的好坏 但是因为我们起了念头了 起了忘心了 那变成是阿赖爷做主了 那这个忘心起作用之后呢 这个有26个恶心所 11个善心所 所以等于是我们呢 学坏就比较容易了 大家自己去感受感受 学好中年不足 学坏一日有余 很可能一天 把它的很严重的 这个欲望掉出来了 你要再把它按下去不容易了 我们看那个染污 一滴水滴下去 墨汁下去了 你要再把它清掉很多时间了 所以为什么 这个孟母要三千 要防止污染 等到她正气很足了 又判断是非善恶了 那她就不怕这些染污了 我们越知道这个情况了 就越要慎重 要自爱 会影响自己亲近心的 那就不能接触 我们看到这第二个问题 那就要好好爱护自己了 那这个刷手机现在是 普遍的现象 我们在上上个礼拜六 有专门针对这个手机 跟大家做了一些交流 在一条龙课程里面 这个也可以提供大家做参考 我们今天时间有限 就不展开来讲了 那当然你常常看手机 这个眼睛消耗很多精力 其实肝脏受损都很严重 而且有时候你该睡觉不睡觉 一直看看你就熬夜了 脑子都停不下来 对身体伤害很大 还有对自己心理的影响 你看这些东西都一直在落 做阿赖耶士的这些种子 常常刷手机 心一定是纷乱的 做不了主的 而且它会有一种影 你就像吸毒一样 控制不了自己 所以有心人 把大家看手机的知识拍下来 跟清末那个吸鸦片的知识 完全一样 现在更严重 以前吸鸦片是少数人 现在几乎快全军覆没了 所以刘淑云老师高深疾乎 要重视这个问题 我们拥有五千年文明的民族 不能毁在手机上面 那这个当然对往生有障碍了 往生要能功夫成片 这是最稳妥的 我们要往一心不乱的目标走 要不乱 那你要万元放下 那这个刷手机那个圆 就一直一直在 在你面前 你脑海里一直转一堆事 怎么 心怎么会不乱 都随着刷的内容一直跑 一心 那静念相继 才能一心 那时间都在刷手机了 都没有下功夫老实念佛 不怀疑 不间断 不夹杂 下念佛的功夫 而且海贤老二上说 这个念佛的功夫也不是 你念一个月两个月就念成的 要下长期的功夫 还有救吗 当然有救了 那我们自己要先把身教做好 其实真的迷在手机的 他也会恶性循环 他会烦恼越来越多 你不受手机给你控制 你的生活都能掌控很自在 身心家庭越来越好 他就会来跟你请教了 当然我们首先要看清楚 手机对我们的危害 看得破才放得下 你真正看清楚危害了 就会去调整了 没有办法 完全不用 那也要调整方法 一天固定看两三次就好了 真的人家有急事呢 那直接打通电话 这个都可以有方法去调整的 再来提到这个 字句分明跟随文入冠 这两个是相容的 你字句分明的时候 就没有妄念进来 你用的就是真心 你念念念就想其他的景象 你在想象 那你就有起心动念出来了 而随文入冠 它是消归自性的 怎么随文入冠 是读经的时候 没有妄想 没有分别执着 你一字一句念清楚了 你没有其他妄念进来 你没有起分别执着念了 那个当下 离妄想分别执着去念经 字句分明 你念经是这样 你念佛也是这样 甚至于你听经也是这样 专注的听 没有任何妄念进来 这个都是消归自性的自性 不起妄想分别执着 好 好 那不起妄想分别执着 你在用功的那个状态就是 转世成智 世就是会分别会执着 会起心动念 所以念佛为什么是妙法 你没有妄念进来 你就直接是用真心在念 反文文字性 以大势志都设六根之法门 设耳地听了 你妄念就止住了 六根收回来 没有向外去攀缘了 所以这个 都设六根之法门 修观音 观世音 反文文字性之功夫 好 这个第四 打着老儿上的旗号 但是所作跟经典跟老儿上 教会不同 那首先 让老儿上背黑骨 这个我们当弟子的 怎么忍心这么做 第二 我们在传统文化界不依照经典 会破坏佛门跟传统文化形象 很可能断了人家的会命 那你不把问题讲清楚 可能当事人也不觉得他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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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是自己的存心要清楚 而这个善恶的分辨了凡视讯 从十六个角度分辨 其实这一段是非常重要 里面有提到 这个孔子跟左丘明先生 厌恶什么 相怨 得之贼也 你在大是大非面前 都不出来讲公道话 这个学成烂好人相怨 这个传统文化 是是而非了 就好像一个团体里面 大家都要做烂好人 明明错误的做法风气 都没有人去提 没有人去导政 最后这个团体整个偏了 最后都拉不回来 请问谁负因果责任 你看一个 一个朝廷里面 那范宗淹 范颜直见 魏征 范颜直见 不然这个朝廷的政气都没有了 君子道长小人就道销 这个销长我们要看清楚 这个不能理解错了 我们在把问题讲清楚的时候 我们不做人身的供给 我们要让大众形成一种判断的能力 我们要让大众形成一种判断的能力 你假如说某某人当场骂这个人 这不妥当的 所以说实在的 陈德以前也是烂好人形的 也是经过很多事 觉得不能学在向上 哎呀 这个蔡老师脾气真好啊 听得还挺舒服 最后你看出了很多情况 执行是道场 见义不为 无永也 当然 这个也很惭愧 自己也做得不好 包含这些现象 也是自己的智慧不足 可能延伸出一些问题来 这个也是 陈德是真的犯了不少错 也感激佛菩萨还给自己机会 戴罪立功啊 以前智慧不足啊 但是就要决策一些事情 有偏了 你看一下刚刚问的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讲如何落实德行教育 因为那个时候 培训老师啊 培训他们讲课 专门练着这个课程内容 口才听好了 出去讲了 慢慢 才色名利啊 顶不住 所以这也是 我是做领导的 我培养人 我培养人 忽略了 司马光先生才德论 德才论 所以现在在培养年轻人 一定 他不落实孝道啊 他没有德行根基啊 你让他出去讲个铁定 出状况 好 好 好 我们再看下一题 法师年轻人 法师年轻 去工作 全身心的为弘扬 传统文化 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 如开教 扎根教育 只选一门 深入下去 一旦辞职 将失去经济来源 能否开设一个 护士移工的账号 用于你家人的生活 我夫妻二人 都愿意过 最低水准的生活 多疑的都护士出去 同时愿把小孩 练出来奉献给传统文化 但今生不了道 披毛带脚环 其中因果令人生畏 经法师开示 学生这样做 是否独立独法 好 您能发这样的心 这个是很难得 等于 想一心一意 做弘法的工作 但是也不能太激动 您也要考虑 家人 老人们 能不能理解 您做的这些决定做法 我们也有遇过 太冲动了 把公务员这些比较稳定的工作 迟了 结果老人 很长一段时间 父母睡不着觉了 陈德是感觉 这个因缘缘分 我们要道法自然 水到渠成 瓜熟地露 就像陈德以自身来讲 陈德听老上讲经 了解到 正法的重要 因为所有的问题都是人心的问题 你没有正法 没有办法导正人心 所以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教学太重要了 那听了老上的话 我们有心出来弘法立身 有发这个愿 但不攀缘 我也没起一个念头 我去打听一下 谁认识老和尚 然后赶紧去拜访 可不可以透过他 去见见老和尚 我是没起这个念头 就想着老和尚的教诲 怎么落实在自己的家庭里面 自己现前的工作 先安住在当下 敦伦敬奋 今天假如我没有安在当下 我很执着我现在就要去弘法 那我拿什么跟大众弘法 所以佛菩萨看得到啊 所以我的姻缘是先教了几年书啊 我才有这些积累经验 不然我又没有结婚 我又没有当爸爸 我跟人家一讲 你站着说话不要疼啊 你都没有当过爸爸 没有教过书啊 没有带过小孩 你还给我谈教育啊 那就是因为那几年 我们有用点心去投入了 才有那些领悟啊 这个我记得 这个我跟大众分享啊 有那个退休的老师啊 他教书三十多年退休了 结果他 他听我们课程啊 很感动 他也很忏悔 包括我当时有讲到我带那个四大天王啊 最后来送他们出学校了 有一个学生握着我的手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我刚好回到本来的学校去分享给同事听 我这个同事教书十几年了 他说我怎么从来没有一个学生 有这个感觉 所以不是时间的问题 时空是假的 心是关键 所以我们是先安住当下了 我们在我们的本分当中尽力了 尽到某个程度 佛菩萨自有因缘 去安排你可以承担的事情 到时候你推都推不掉 你看我回去考试都考不上 佛菩萨加持我考不上 不然 我现在可能还在供孩子上大学 是不是 今天就跟大家不能见面了 好 好 所以你不要太激动 安住当下 尤其你现在有小孩了 认认真真 带你的小孩 安下来 你很用心 有可能 你这个带小孩的经验 两三年快速提升 自然有传统文化单位 所以请你出来讲学 这个观世音菩萨自有安排 佛菩萨自有安排 我现在认识好多 当妈妈特别用心的 我现在都要请他们出来 开胎教班 他就是在本分里进到 积累了好多宝贵的经验 那胎教的孩子 一点情绪都没有 我跟他们相处过 两个月的时间 我慎重考察 这要赴英国的 所以这个 陈德以自己的一点经验 提供你做参考 发了愿很好 安住当下 在本分当中 不管是家庭 工作上尽本分 你提升了 很可能就有因缘会出现 好 我们时间到了 这个 后面的问题 陈德在课程当中 因为现在一个星期都有课程 礼拜二 礼拜三 礼拜六 礼拜天都有课 这个问题 陈德会在课程当中 跟大家解答 不知道这个发问的我们工作人员有没有记录一下 到时候比方在讲四十八愿的时候回答了哪个问题 可以回馈给这个发问的同修 包含这个十七十七题 念完就要八到十分钟了 这个呢 我可能再带出来概略的讲一下 要把一些原理原则告诉当事人就好了 不能念完 我看大家快要梦到周公了 所以这个问问题讲话也要练 有点长话短说 因为早上来也有越南的交流 所以我有点悠着点 这个医生已经提醒我越来越苗条了 虽然很多人很愿意苗条 但是我也得悠着点 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 阿弥陀佛